性別平權是民進黨的價值 民進黨也跟臺灣社會努力作年 不會輕臉放棄 發生這起性平案件 民進黨未能及時妥善處理 讓當事者增加許多痛苦 我要向當事人還有臺灣社會表達歉意 當我知道這個事件的第一時間 未經指示許麗明秘書長 也是三個原則處理 第一個是身高層級來負責調查 由主席辦公室主任以及姓名副主任 召集姓名委員會來進行調查 第二個是名榮人 任何一個人都有百分之百絕對的權利 不讓他的身體遭到侵犯 第三個是公開透明 禁訴調查 禁訴跟社會大眾報告 在今天下午 許家庭副秘書長也已經提出辭辰 會不會同意他的辭辰 未來民進黨會繼續努力 強化一套制度 在這套制度之下 任何受侵犯的人 都可以沒有恐懼 沒有壓力之下 透過這套制度 來保障自己的權利 謝謝 謝謝 不好意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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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